對 然後過了一陣子呢 沒有通告的時候呢 他自己跑到醫美去修修臉 弄完以後呢 醫院說 不好意思 這個帳單30萬 然後這個藝人說 不好意思 又是公司 到我公司報帳 因為我是藝人 所以醫院就打電話給經紀公司了 他們去經紀公司說 我們沒有要付這個錢 這是他私底下的行為啊 請問一下羅姐 羅姐你學美人是誰買單人啊 所以你要自己買單啊 你要自己買單啊 你要跟人家學一下啦 但是 這是什麼玩笑 我要走進哪一家嘴型營業 誰敢收我成功 真的嗎 真的太好了 當活招牌沒收費就很好了 真的 我沒跟你收費都不錯了 是啊 所以他就說 我是你們唱片公司的門面耶 我是你們的搖錢樹耶 我去把我的門面弄好 這種小錢你們能不付嗎 還嗆銷 對啊 你們付一下會死嗎 這是你們的 這我是門面耶 結果有幫他付嗎 結果後來經紀公司也不付 現在醫院也收不到錢 兩邊推來經紀公司 上面公司也不付 然後收不到錢 這筆呆帳就是沒有人要付 這臉上30萬現在沒有人要付 其實醫院有準備是要提告的 我現在跟大家埋下一個伏筆 哪一天我們看到新聞的時候就知道了 對 因為據我所知啦 到目前我們錄影的今天為止 這筆錢還是呆帳沒有消掉 所以現在這裡面 七位的KTV暢銷男歌手 有一位已經蠢蠢欲動 有一家醫美檢所想要告他了 對 他可能手機好了什麼資料的時候 他就會爆出來 大家就知道我講的是哪一位了 快去付錢啦 看了這集節目趕快去付錢 是 趕快付掉吧 然後最扯的一次 我剛剛跟他 這樣還不夠扯啊 他除了早上第一場錄影通告 要喝星叉叉的咖啡之外呢 他平常錄影中途呢 他不吃便當 但是我想要吃什麼 你就要去買什麼 最好是咧 對 然後好像有一天呢 他錄影錄一錄 他就說我肚子餓了 我想來點小甜點 我要吃爆漿餐包 爆漿餐包 對 要爆漿餐包 然後他助理就說爆漿餐包 那有名的通常都是團購的 我現在去哪裡買 我不管 我現在想吃爆漿餐包 那助理就趕快趁他錄影的時候 趕快趕快出去買啊 去找 去東區好不容易找到一間 好像有賣這個爆漿餐包的 拿回來休息的時候給他吃 吃完了之後錄影 助理就是保姆車來了 看他站在門口 助理就說 上車啊 上車啊 他說 不行 然後助理就說 為什麼不行 要趕下一場啦 因為你的爆漿餐包不新鮮 我剛剛錄影的時候 我大號拉在褲子上 真的 妳在裡面都是我好喜歡的歌手耶 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我發誓 妳是說他錄影時代替賽這樣 怎麼呢 主持人妳講話他也沒有文化 對啊 妳怎麼這樣 他錄影的時候 然後他也爆漿了 對 琪姐說得沒錯 對 琪姐說得沒錯 好 我受教… 就是因為這一個 她還怪到助理說 誰叫妳買爆漿的 YES 對 Bingo 妳買爆漿害我爆漿 她自己要吃的對不對 她就說妳買的那一家是哪一家 妳看嗎 不新鮮 害我自己也爆漿了 妳知道我現在怎麼坐到車上去 站在電視台門口不肯上車 我跟妳發誓這是真的 我跟妳講話 薛友華哥妳還拉銷了拿一百萬 然後助理就說 那我該怎麼辦 妳現在也不能動啊 她就跟助理說 妳過來 妳跟我去廁所 我把褲子脫下來 妳幫我洗乾淨 對吧 妳知道為什麼要幫她洗嗎 她就說 那助理說 不行 這是造型師借的 妳這樣子弄髒了 我們怎麼辦 我們要賠 要怎麼換 因為妳知道歌手 打歌旗的那一整身衣服 譬如說BOSS的褲子啊 或是Rabba Lauren的牛仔褲啊 什麼的 這是贊助 這是借的 是名牌的 妳把造型師的褲子弄髒了 妳就是要不然就賠嘛 妳吃下來嘛 要不然妳吃下她的薑 不是啦 妳冷靜 不是啦 怪怪的 來吧 妳這樣講 妳這樣怎麼講啊 冷靜 冷靜 對 要不然妳就是把這個褲子的價格 自己吃下來對不對 要不然妳就是自己送乾洗 要把它弄乾淨 不要讓造型師發現 那她又不想付這個乾洗的錢 那她又不想要把那條褲子 名牌褲子買下來 她就跟助理講說 妳現在隨便去外面 先幫我買一條褲子換上 妳把這條褲子先拿去洗乾淨 怎麼可能有人要別人 把她的髒褲子 量乾之後把它還給造型師 這件事情妳知我知 我們都不要接 我們現在皓如知 我們也知 妳知我知 所以妳說她的助理 是不是非常難為 我從小到大 妳說我幫妳遞茶遞水 也就算了 我什麼時候 我為什麼要幫人家洗盤褲 這個還真的是 真的啊 洗盤褲 為什麼呢 我不敢相信 怎麼會有幾個歌手裡面 不可能啊 妳不要這樣好不好 以後去唱到他們的歌 心裡一直在想說 是哪一位那個褲子 要人家去洗啊 替她把這個把那個的爆漿褲 嚇死人了 不過剛剛看到 這些也都 剛剛那幾位都是算年輕 三十幾歲 就已經很有大牌 那個勘戰 那楊琪妳又在 又在演這個舞台劇 妳又在綜藝圈 妳又在什麼 電視主持啊 什麼一堆的 妳都有涉戀 對手演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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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對戲啊 我的天 厲害了 厲害了 我有碰過那一個是 覺得這場 不需要倒掉眼淚 然後那個演員就說 我也不想哭 我說好吧 那就情緒倒就好 就不要哭 開始錄了一半 我印象很深 那一場戲 我跟那個人也男女朋友 所以我就是很難過 這樣倒在他腿上 然後再討論一件上戲的事 結果我演一演演一演 就突然發現臉濕濕了 你自己的臉濕濕的 對我的臉濕濕的 但是我確定我沒有流眼淚 我就這樣倒在那邊 顯眼看他 他給我淚流滿面 眼淚滴在澳 等一下 妳剛剛說是演男女朋友 所以這是個男的耶 對 我剛剛還以為是有一個女的 跟你鬥心機的 結果是一個演你男朋友的 我只能說女的的話 我不會那麼訝異 我沒有想到 男演員也給我來這一招 然後我倒在他腿上 我就心裡就想說 好 你趕快來這場 然後我就開始 你知道那種腎上腺素噴發 然後就趕快就 然後我就 那場拍完 咔 我立刻就站起來說 你來贏的 不是說好不哭嗎 你哭什麼東西啊 然後我就說 也沒有啊 就演一演就突然覺得 有點感動 悲從中來了 對 人家就戲感上來了 不能怪人家 還好你也追得快 不然怎麼辦 對啊 所以大家都是演技派 演技派的女性面善心惡 她怎麼樣整助理 她很嚴重 就是 我應該這樣講 有的時候拍比較辛苦的戲的時候 其實演員當然很辛苦 因為你一定要每天面對鏡頭 那助理也很辛苦 那我們碰過比較有人性的藝人 她會是比如說在拍或幹嘛 真的太久沒有睡了 她就會跟助理說 這一段 就說怎麼樣 現在拍我 那你休息一下 沒有關係 現在沒什麼別的事情 你就去旁邊 因為你不睡 稍微瞇一下 對 就稍微瞇一下 不然的話很危險 所以助理真的很辛苦 大家拍戲沒日沒夜的 助理也是沒日沒夜的 而且助理這樣都沒有加班費的 對 因為我工作多久 你就要工作多久 我給你錢 就7-11就對了 超越7-11 對 那然後這一位女藝人就是物盡其用 她閒花的每一penny 她都一定要得回來 所以不管任何的時候 只要拍這個女演員 你就永遠會看到她的助理 水壺 化妝包 外套 身上排一個這個那個的一大堆 對 就一直站 站在monitor後 還用站著 站在monitor的後面 以及拿著小椅子 因為小椅子可能要給藝人坐 藝人在演戲 她不能先把椅子拿起來坐一下 不可以 妳憑什麼坐我的椅子 對 那閒著也是閒著 對啊 我花錢是叫妳來坐在那裡 給我看的嗎 她只有付她站的錢 沒有付她可以坐下來的錢 然後那個助理就是永遠 就是看她這樣子大包小包 然後站在monitor後面 然後一咖 任何一咖 她就會說補粉 然後或者是喝水 然後喉糖 就趕快拿 就要趕快下來 對 就過來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有碰過一次 她助理可能是上洗手間 然後是派她特洗 然後她助理去上洗手間 然後拍完了 然後要拍下一個 那個藝人就講說 先不要錄 然後她就 她就停在那邊 然後她助理上完廁所回來 然後她就說 麻煩妳放剛剛那個鏡頭 然後她就跟她助理了 妳看到沒 看到什麼 妳看到沒 我的頭髮那邊就是亂的 她在戲裡面的造型上的問題 也是助理的問題 她助理應該要 她覺得她助理應該要衝過來 幫她 那現場的舒嬅阿姨是 這不是現場舒嬅阿姨的事情嗎 這個時候我又要講了 妳知道現場的舒嬅阿姨 有的時候比導演還要 對 我一個人要顧二十幾個 我哪有時間 在乎妳一根頭髮啊 妳不會抹一下就好了 我碰過更多 舒嬅阿姨更是一局 對 她的肩膀 但是所以說有一些的藝人 可能把她的助理 我真的不知道助理 有沒有寫合約的 我需要做哪些哪些哪些的事情 還有沒有包括我一定要 24小時面帶微笑 但是呢 真的有一些的藝人 把助理簡直是當用人在對待的 是不是 文婉 藝人跟助理之間 真的就剛剛講的 像家人一樣 其實很輕 她知道妳大小的事情 可是有時候真的要將心比心 那我現在講的這一個 應該她算是歌手 也算是演員 所以橫跨戲劇跟唱片的偶像女性 偶像算是多妻 應該講多妻這樣子 然後呢 也算是有一定的水準這樣子 可是如果說要到天后級 還差一口氣這樣子 還差一點點 陳喬恩 張小涵 妳講的喔 郭才杰 林依晨 陳依蓉 楊澄 楊澄 王欣林 有個兩三個現在人氣 勝得不得了喔 好 那我要先講說 我要講這個女藝人呢 她真的跟她的 應該說她私底下 對待助理的方式 跟螢光幕上面真的差很多 所以螢光幕上面是 甜姐兒嗎 對 非常非常的 感覺呢 脾氣很好 然後呢 好像很讓人家疼愛 人家會想疼她 我跟妳要講的就是 幕後的時候是 剛好是甜美的相反 對 而且呢 曾經被她嚇到 周倩玲 周倩玲 周倩玲在哪裡 周倩玲 就我們這樣都好好的突然間 妳是說周倩玲就是她的助理 是不是 她的助理名字叫周倩玲 然後比方大家都排排座 已經開始要上工了嘛 她就突然就對著外面吼說 周倩玲呢 周倩玲到哪裡去 幹什麼 這好像小時候 我爸要打我之前是這樣叫的 對 所以妳知道第一次 因為平靠性就會怕 對… 所以妳知道第一次大家聽到嚇到 因為其實如果說出自於我口 還好 大家很習慣嘛 然後螢光就那個樣子 然後妳就沒有一個甜美樣嘛 對 可是出自於非常 出自於這七對裡面的某一位 我跟妳講說天使般的臉孔 而且非常溫馴 妳看似非常溫馴 脾氣的人來講 然後魔鬼般的態度這樣 妳知道嗎 所有的工作人員心裡就開始嚇到 好 嚇到 好了 這是第一部曲 第二部曲呢 其實大家就發現說 這個助理真的是異部異區喔 尤其是出外景的時候 那更是不得了 好啦 我現在出外景啦 我就是她啦 我又是那個導演 妳在幹什麼 妳在幹什麼 她怎麼都馬上上升了 太陽耶 這麼大 什麼啦 雨傘呢 怎麼翻臉跟翻臉 雨傘 妳話還這麼多啊 對不起 我只要一走出去 妳就要把... 老闆... 雨傘來了 對不起... OK 我告訴妳 就像娘娘出去 我只要一出來 一出來 在太陽底下 我只要再呼吸 妳雨傘都要背著 知道嗎 好 對不起... 好啦 收起來啦 好啦 那我現在又出來了 雨傘啦 喂 你不是叫我收起來嗎 我現在出來了 現在在旗樓底下 我現在已經出來了 妳怎麼會知道妳又出來了 趕快撐好 對不起... 不准讓我曬到太陽 我要講幾次 水呢 水呢 我只要在... 水... 攤到我第一件事 對不起... 自己拿一下 對不起 妳趕快我... 妳好累喔 妳好累喔 還要叫老闆自己拿水 好啦 收起來啦 沒有 我只能說 這麼助理直接死掉 對 妳真是很暗眼耶 我就死掉了 我就死掉了 拿走... 拿走... 我要工作了 好 大家會說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 她的規矩呢 我剛剛講的這個女藝人 她規矩 她對助理有下列要求 第一 只要我一出去 閃就要起來 而且是分秒都不能差 所以她的助理 隨身一定帶著一把閃 然後再來呢 她只要比方說 我們棚裡面很多燈對不對 只要一喊卡 或者是說 好 結束 閃一定要馬上喔 攝影棚也要 對 馬上就來 也不曉得正門的燈光 紫外線是非常強的 我們在那邊 就是等於是一直在曬太陽耶 對 所以 還好你們都沒有叫一個閃嗎 有 Apple 我在閃 閃 Apple在幹什麼 Apple 然後呢 她只要錄影前 OK 她一要上來的時候 妳水要馬上滴上去 這個是標準動作 妳只要沒有這個動作 她馬上就罵人了 周切玲妳在幹什麼 我每次都自己去拿水 要交幾次 水 水 好下冷喔 反應好慢喔 妳真的反應很慢 妳要再賣來最班了 據了解 她在很短的時間 換了五個助理 可是有一次有一個助理 真的被她搞瘋了 有一次他們到內地去工作 然後呢 其實她有一個 就是說有一個要求跟規定 她只要一睜開眼睛 要喝到那個新牌的咖啡 怎麼又是新牌的咖啡 對 她一定要新牌的咖啡 然後她要提神 那是她每天早上一起來 她上工前 一定要新牌的咖啡 然後呢 那一次呢 要死了 他們到內地 內地妳知道嗎 哪裡找星巴克啊 對啊 有困難 有... 對 有難度 而且他們就翻山越嶺 星巴克應該只有開在大城市的 大馬路上吧 那那個助理呢 周切玲就覺得說 又是我 其實在荒山野嶺 連那個廁所啊 甘馬店都很難找 怎麼可能找到 這次應該OK嗎 因為妳應該也了解吧 對不起 她不了解 她就坐在片場 她就說 周切玲 我的咖啡呢 哪有可能啦 這個女的也太可能 什麼叫不可能 我現在又是變助理 對呀 妳忘了很多 老闆外面都是山啊 水啊 外面都是那個 我現在便宋都沒有 我這邊去哪裡 雨傘 好壞喔 我吃吃 我吃吃啦 不管了 然後呢 她就說呢 不管她一定要咖啡 那個助理真的含著眼淚 她到處去問 內地的工作人員 我如果像翻山越嶺 到哪裡 有星巴克 然後要多少車程 而且速度要很快 因為她只要沒有喝到咖啡 那一家的咖啡 她不開工 所以後來把那個助理整風了 而且她不開工表示 整個劇組全部受連累耶 就是為了沒有這個新牌咖啡 對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怎麼會差這麼多 你知道嗎 有一次呢 她工作也是 她接了一個廣告 然後呢 其實除了她之外 還有別的 別的藝人跟她一起拍 然後她呢 有一個鏡頭就是要跳躍 就是很活潑跳躍這樣 然後呢 讓攝影機去捕捉那個畫面 OK 你知道嗎 跟她在一起的那一對藝人 大家都跳得很開心 因為配合度很高 妳不要跳 然後呢 她就跳跳跳 然後就配合度很高 然後那個攝影師比較好抓 知道嗎 她跳裡面兩下 她小姐就說 攝影師 妳到底會拍不會拍啊 妳到底抓到鏡頭了沒啊 她當場就遜那個攝影師 為什麼 她怎麼知道人家沒拍到 對啊 她就覺得妳到底要跳到什麼時候 妳叫我跳到什麼時候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整個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就一個事蹟再加上一個事蹟 一直疊上去 大家就覺得說 妳真的是很難搞 其中一位這個頭雞實在是太難搞了 是 太難搞了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有女歌手啦 跨界的藝人啦 男...KTV的唱削歌的這個男歌星啦 有沒有主持人很難搞 當然不是說我 我是不是好人 好人好人 但是上次 因為我記得也是文婉在講說 有主持人會罵來賓啊什麼 那天把我都嚇死了 那如果他們對自己的助理也會不好 沒有 我要講解說 助理我們剛才是要強調 因為我花了這個錢 我就要物盡其用 人盡其用 我要物操所值 可是很 我覺得比較 讓人家覺得匪夷所思 或覺得比較看不過去的是說 妳怎麼可以對製作人 也這麼說 製作人 我們現場有沒有人敢 對我們的製作人有什麼意見 不可能 當然 沒有人敢說 那製作人 給我來撐傘製作人 你有沒有大的在搞什麼鬼啊 我會曬黑耶有沒有 我會曬出黑斑 懷孕的節目主持人 半夜整風製作人 好恐怖喔 所以這些柯宇柔 黃佳謙 鍾欣 鍾欣 孫欣 吳淡如 郭靖淳 余美人 還真的都懷孕生過小孩 其實我們知道 雪友跟羅美威這對夫妻 她們是一個模範夫妻 她們結婚 很早張雪友就結婚了 而且很早羅美威就退出影壇了 相夫 教子 但是她們在香港卻非常有名 就是她們的外勞 菲傭 她們曾經三年辭退過21位菲傭 所以是臭名的意思嗎 菲律賓理事館 後來因為很多的菲傭投訴 她們家就被列為拒絕往來戶